你確定不要救護車 不要 你的臉都血 沒關係啊 園警到場看傻眼 因為眼前男子頭破血漏 不願就醫 還想開車離開 你好像拿錢給我 說著和對方相約在這 但警方到場只見到他一個人 越來越好要拿錢的另外一人 在動手攻擊後逃離現場 這份地點在淡水老街附近 附近有不少的店家又有住宅區 這回凌晨發生衝突 嚇壞不少人 兩名男子衝突地點就在捷運淡水站的 正對面 警方到場的時候 發現他們是認識的這兩人 是沒有關係 這回為了交問題 竟然就在這地方大打出手 30歲李新男子 日前跟27歲成新男子 一起吃飯喝酒 共花了9000元 李新男子先付了錢 對方則塞了3000元給他 原本相約在這 要討論剩下的6000元 該怎麼算 對方卻拿安全帽 也徒手攻擊 被依傷害罪 判拘役20天 雙北市的傷害案 接著前年和去年都是4000多件 以晚上7點到12點最多 再來依序是中午12點到5點 上午9點到12點 但前面兩項加起來 就將近總額的一半 以新北市警方來說 在晚上6點到凌晨2點 巡邏警令人數會增加 晚上9點到1點 則有擴典的勤募 如果霞內有KTV 在晚上12點到凌晨6點 還得要守望 畢竟都能夠掌握 傷害案常發生的時段 提高見警率 也能做到犯罪預防 TV新的環境 我再次來是你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再次來 nu下載TV 居住,既然開放